镜头跟着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团的士兵走进巴赫普特近郊 放眼望去只有废墟和满目窗移的破碎房屋 这是俄罗斯官媒新释出的影片 但与此同时传出俄军前线战略出现转变 俄罗斯似乎想以正规军取代瓦格纳集团 尽管普里格金宣称已经逼近巴赫姆特的市中心 但乌军公布了这段影片显示在夜间突袭俄军士兵 根据CNN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巴赫姆特至少发生25场强战 但乌军究竟还能撑多久 尽管乌军称已经夺回卢干斯克部分地区 但双方依旧陷入激战 俄军在争夺乌冬时也不忘攻击乌南 又对赫尔松轰炸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强力谴责俄国恐怖攻击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乌克兰军方指出 俄军在最近的24小时之内 巴赫姆特方面有500多人伤亡 交给记者可信 好 那来关心乌俄的战况 现在乌俄双方当然还是持续在乌东的战线 尤其是在巴赫姆特的地区 有很激烈的战斗 其中乌克兰军队的东部的司令发言人 他就表示说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俄军是进行了多达23次的战斗 而且这个死伤也是蛮惨重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过程中俄军就有超过200人是死亡 有超过300人受伤 可是这很可能是乌克兰军队的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的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 他就指出说 现在他们有发现 俄罗斯是将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 还有佣兵 都把他们集结到了巴赫姆特的地区 这样做是可以让乌克兰军队 努力的消灭他们 同时也努力的来拖累这些俄军 看有没有机会 乌克兰是希望可以在春季进行大反攻 可是现在英国国防部就指出 说因为俄军的势力控制 主要都是在巴赫姆特的东部地区 乌克兰则是在巴赫姆特的西部地区 可是乌克兰军队可能会透过一些 像拆桥等等的方式 把这个空地尽量的腾出来 但是这样可能会让大部分 乌克兰的军队补给线 成为容易受到袭击的目标 美国的知情人士指出了 俄罗斯把西方各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送往伊朗交给信仪 好 持续看到的是乌俄双方 在这个战争的一年间 可以发现到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 似乎是越来越密切 现在就有美国北约 还有西方官员指出说 俄军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间 都会陆陆续续从战场上 捕获一些乌克兰军队的小型军援武器 然后再把它送到伊朗 进行拆卸跟分析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当然就是 为了要获取伊朗的支持了 其实我们从过去也可以看到说 伊朗他们是蛮擅长来进行仿制的武器 主要就是透过逆向工程的方式 过去当然有几个重要的例子 其中像是伊朗的台风反战车飞弹 就是仿制美国的脱式反战车飞弹 另外在2011年的时候 伊朗也拦截到美国制的 RQ-170的哨兵无人侦察机 事后也被发现到 在把它做成是山寨机的方式 可是目前从战场上面 拿回这些乌克兰军队的武器 究竟伊朗有没有再仿制出 一些新的武器是还不知道的 只是现在有智库的学者就指出说 如果伊朗针对这些刺针 或是标枪来进行仿制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中东的航安 同时对于以色列的军事也会构成威胁 瓦格纳集团负责人宣称 已经是逼近了巴赫姆特市中心 继续交给信仪 好 那我们知道乌俄战争是打了一年 最近尤其是在巴赫姆特地区 就被指出说这里已经是开战以来 最漫长而且最血腥的战斗 并且乌俄双方在巴赫姆特的战斗 都造成了死伤惨重的情形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 其实在乌东战线一直有瓦格纳军团 瓦格纳军团的负责人普里格金 他最近也说了 他就放上一段他的自拍影片 同时在这个影片里面 他就指着远方巴赫姆特的市中心 他说其实瓦格纳军团 已经慢慢靠近这里了 而且市政府大楼距离他们的据点 只有大概1.02公里 显示出他们推进的速度是蛮快的 不过瓦格纳军团普里格金 他也指出说现在最重要的是 瓦格纳军团也需要获得弹药 并且才能让他们持续的推进 因为普里格金曾经批评说 俄军的领导人都没有分配弹药 给他的手下 因此是可以看出 瓦格纳跟俄军本身 甚至普里格金跟普清本身之间 似乎还是有一些嫌隙存在的 好 关系完今天的国际消息 如果您是对这个娱乐话题有兴趣的 TVBS娱乐头条扫描QR Code 加入赖好友 TVBS娱乐头条会带您掌握娱乐的大小事 瓦格纳傭兵团领售天天喊的是 前线快要没弹药了 今天还加码爆料说 克里姆林宫是拒接了他的电话 乌克人士兵与时间赛跑 将多管火箭再往神秘地点反击俄军 换你这款即使是俄军也有的 冰雹多管火箭威力也很惊人 巧的是影片曝光同天 俄军掌碰的乌东沃尔诺瓦哈 也遭乌军反击 套弹命中一处公车站还炸破屋顶 一名员工当场死亡 俄国人员在场搜证 断定乌军使用的是海马斯多管火箭 至于在巴赫姆特 也还是看得到乌军使用 我会说是 我会说是 一名员工之一 这是最重要的武器 在这种位置 还是他暗号 暗号 虽然是最终的 但我现在是在工作的 娃格纳领袖这次爆料 被克林姆林公拒绝电话 瓦格纳天天说弹药不够 又找来前线拥兵诉苦 但真实的情况恐怕是罗生门 因为另一段俄军影片反控 大多弹药都给了瓦格纳 正规军才是弹尽原诀 真相未名的还有去年的 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案 附近丹麦小岛传出 曾有涉案游艇线 最近陆续有调查人员进驻 询问民众是否拍到 可依照片 今晚目前 华一世青乌团体策划 却也不排除是假期行动 俄罗斯女战狼翻起旧账 怒控西方调查不公 刚上西方之鱼 俄罗斯和中国越走越近 五角大厦官员指称 俄国原子能公司正向大陆 提供高纯度浓缩 帮助加速生产核武 不过一年来的战争 也大幅削弱俄国军力 美国情报总宣言判 普清目前正盘算 以拖待变 不许别俄国也还是能靠石油赚钱 沙烏地阿拉伯外长访俄递出橄榄枝 强调会继续在OPEC PLUS架构下 与俄国协调合作 这里新闻综合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